欢迎大家收看美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实时更新 乔丹在第一轮投票失败后 预计今天将进行另一次众议院议长选举 拜登提名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候选人 今天前往国会山 摩根式丹利的利润缩水 交易低迷持续 普京表示 美国越陷越深地卷入乌克兰战争 称导弹供应是一个错误 孤立的参议员 阻碍了参议院的网络立法 请大家收看 实时更新 乔丹在第一轮投票失败后 预计今天将进行另一次众议院议长选举 华盛顿邮报 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姆 乔丹在第一轮投票未能获得足够支持后 面临众议院议长的第二次选举 乔丹是一位保守派 得到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支持 他希望取代被免职的众议员 凯文 麦卡锡 为了获胜 乔丹需要得到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全体议员的多数票支持 如果所有成员都在场 他只能失去四张共和党选票 拜登提名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候选人 今天前往国会山 华盛顿邮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提名的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负责任候选人在如何降低处方药费用以及该机构是否会配合众议院共和党对大流行调查的问题上受到了质询 莫尼卡 贝尔塔尼奥利目前担任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 他很可能会面临共和党人的尖锐质问 他们希望NIH能够更加负责任 博尼·桑德斯参议员表示 他预计在听证会后不久将安排对贝尔塔尼奥利的提名进行投票 参议员们询问了提名人关于降低处方药价格 心理健康护理 阿片类药物治疗 以及对NIH工作人员的支持计划 自2021年12月以来 NIH一直没有固定领导人 摩根士丹利的利润缩水 交易低迷持续 路透社 摩根士丹利报告称 由于交易活动下降 第三季度利润下降了9% 截至9月30日的三个月利润为24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为26亿美元 该季度投资银行的总收入下降了27% 为9.38亿美元 全球并购活动在经历了近两年的停滞后 在第三季度显示出很少改善的迹象 普京表示 美国越陷越深地卷入乌克兰战争 称导弹供应是一个错误 路透社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批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 称这将延长冲突的痛苦 他还指责美国越来越卷入冲突 并警告俄罗斯能够击退任何攻击 普京表示 美国参与冲突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错误 并且越来越个人地卷入这场冲突 他还指出 美国已经派遣航空母舰编队前往地中海 以应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 普京表示 西方开始谈论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是好事 但没有提供任何例子 孤立的参议员阻碍了参议院的网络立法 华盛顿邮报 兰德 保罗Rand Paul是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 今年已经阻止了至少11项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法案 保罗是唯一反对这些法案的参议员 这些法案包括改善联邦网络安全防护 保护卫星免受攻击 建立网络工作人员学徒计划 以及续签化学设施反恐标准 KFETS计划的立法 保罗认为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 试图对在线言论进行审查 他还阻止了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的修正案 能源转型的一个关键步骤 不再建设新的天然气管道 华盛顿邮报 一份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 工程学院和医学院的新报告 建议各州和市政府考虑禁止在新建筑中使用天然气 这份长达600页的报告 概述了美国如何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并指出在电气化普及的同时 尚未供应天然气的地区 不应再建设新的天然气基础设施 报告还指出 随着越来越少的人依赖天然气 维护现有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将面临成本挑战 报告强调 摆脱天然气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并言党派分歧划分 自由派地区最流行的取暖方式是天然气 而保守派地区更喜欢用电 报告提出了80多项建议 包括实施碳税和加强美国电网 随着盈利计进入全面展开 由于中东局势引发的担忧 期货市场下跌 路透社 由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华尔街主要指数期货周三出现下跌 推动了对避险资产的需求 由于担心潜在的供应中断 油价上涨了近3% 黄金价格也上涨至近一个月的高点 在盈利方面 保洁公司的季度销售额超过了市场预期 投资者还关注盈利情况 以评估通胀和高利率对企业的影响 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约翰 威廉姆斯在内的几位美联储官员 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讲话 阿拉伯世界对这场战争有不同的看法 经济学人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 引发了阿拉伯世界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支持 然而 这次情况与过去的冲突不同 有几个关键因素在起作用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地缘政治 自2020年以来 有四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立了关系 而沙特阿拉伯正在进行类似的谈判 这影响了一些阿拉伯媒体对冲突的报道方式 半岛电视台给予哈马斯充分的时间 而沙特和阿联酋的频道则试图保持中立立场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对更广泛冲突的担忧 埃及和黎巴嫩等国担心被卷入另一场战争 该地区也更加两极分化 许多叙利亚人不赞成以色列的行动 但由于哈马斯与伊朗的联系 不愿支持哈马斯 一些阿拉伯官员私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但由于宫廷与公众舆论之间的脱节 他们不敢公开发表这些观点 这导致西方外交官 包括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最近访问该地区时受到冷遇 被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等待 阿拉伯领导人对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发言没有兴趣 导致他计划中的与地区领导人的峰会被取消 总的来说 阿拉伯国家对冲突升级和地区不稳定感到紧张 担心可能对自己的政权产生后果 埃及拒绝将巴勒斯坦人转移到西奈半岛 塞西表示 路透社 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 塞西表示 埃及将拒绝将巴勒斯坦人强行转移到西奈半岛 塞西认为 这样的举动将使该地区成为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基地 加沙地带实际上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 人们担心其230万居民可能被迫转移到西奈半岛 塞西强调 埃及拒绝通过军事手段或强制转移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他补充说 埃及人民将抗议任何将加沙居民转移到西奈半岛的行为 土耳其与哈马斯就人质问题进行谈判 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结果 国家媒体 路透社 土耳其正在与哈马斯进行谈判 以确保其在以色列劫持 并带到加沙的人质的释放 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 菲丹表示 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进展 但谈判仍在进行中 他还提到 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其他国家 正在与哈马斯领导人进行谈判 土耳其过去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 并提出调解冲突 安卡拉不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 并接待其成员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涉及到美国政治 经济 国际局势等多个领域的信息 让我们来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首先 我们看到了美国众议院议长选举的持续进行 吉姆 乔丹竞选的结果未能取得成功 面临第二轮选举 这是一个有趣的政治局势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 美国总统乔拜登提名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候选人莫尼卡 贝尔塔尼奥利在国会听证会中受到了尖锐质询 这显示出对于处方药费用和大流行调查等问题的关注 在经济方面 摩根士丹利的利润下降 交易低迷持续 这可能与全球并购活动停滞有关 国际局势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批评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 并表示美国越来越卷入乌克兰冲突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错误 这引起了我们对地区局势的关注 另外 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 有不同的看法 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因素影响了阿拉伯媒体对冲突的报道方式 以及地区领导人对冲突的立场 最后 土耳其与哈马斯就人质问题进行谈判 但目前还没有具体结果 这显示出土耳其在调解冲突方面的努力 以上是我对这些新闻的简要分析 我相信各位观众也有各自的看法和想法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一起进入讨论环节了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设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